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斯贝尔金时 即将接受我们杜高斯贝的独家访谈 本次访谈的主题是在拉脱维亚的外国直接投资 投资者在拉脱维亚市场遭遇哪些问题 拉脱维亚对投资者来说能否成为开发的经济体 直接投资领域会有什么变化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访谈即将触及的话题 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访问您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主题是在拉脱维亚的外国直接投资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2004年 拉脱维亚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量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正是于该年度拉脱维亚成为欧盟的成员国 那些早期拉脱维亚遇到的阻碍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困难 已经被克服了吗 当然 加入欧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但还需要记住 2004年 我们成为了北约联盟的议员 其重要性也不低于成为欧盟成员国 加入欧盟带来的额外的好处 是对欧洲资金的开放性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此他们能够在投资的时候 有机会获得更广泛的业务基础的大量资金 2004年以后 我们注意到抵押贷款市场的繁荣 而正是可能因为这个市场的发展 从而使得外国直接投资额大幅增加 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 拉脱维亚已经成为相对自由的经济体 它获得了100满分钟的68.7分 那么如果要实现靠拢香港 新加坡 澳大利亚 这些获得100满分的经济体 这般的营商环境 拉脱维亚需要做些什么呢 需要多久的时间采取一些措施 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呢 个人而言 我研究过新加坡的例子 当前阶段 我认为我们还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 事实上拉脱维亚和新加坡 也有相似的地方 但同时对民主的理解 两个国家的区别是显著的 从历史上来看 拉脱维亚的居民都是个人主义者 可能社会的心态能够部分解释情况 但不管如何 我们都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自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自由的国家 但至少我们向这个方向努力 如果再次比较新加坡和拉脱维亚 那么有必要指出 我们有着较高水平的公共债务 但考虑到今年预计的GDP增长为4% 明年为4.5% 公共债务占据GDP的比例将会下降 我们计划未来继续保持 不低于4%的GDP增长目标 当前阶段 公共债务占据GDP的比例是38% 但一步一步逐渐地 我们将会朝着自由经济体的方向发展 一路上最需要投资的经济行业 当然会周期性地变化 我们的合作伙伴也会出现变动 同时我们还会定期地进行一些变动 以维持自身税务政策的稳定 即使变动也是小幅 如此可以让拉脱维亚 逐渐在最合适投资国家排名中 占据领先地位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投资者业务的阻碍 有人认为腐败是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障碍 根据去年透明国际统计数据的显示 拉脱维亚排在177个受调查以确定腐败指数国家中的第49位 当前我们总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那么具体需要做一些什么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从而让拉脱维亚吸引更多的投资 我们现在正在两个主要的方面努力 首先是教育 目前改善教育体系 是我们政策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二点 我们迄今为止还在努力进行的 就是公共机构的重组 独立24年之后 我们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可以说当前阶段 我们的公共机构的工作都是稳定的 我们雇佣了有经验的专业工作人员 他们有着所有必要的 可以对国家或者个人企业经济状况 进行有效分析的能力 这反过来可以更好地了解 我国所有的经济进程 我深信 我们拥有所有必须的知识 以及能够最大限度方面 国与国交流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这些可以帮助监控 从事大型项目的公司项目 包括国有企业的业务活动 特别是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大型公共合同方面 因此我们目前在尝试 平衡国有订单数量 并将其分散到不同的公司 目前大部分引进拉图维亚的直接投资 来自于瑞典 荷兰 爱沙尼亚等国家 主要的领域是金融服务行业 房地产以及交通运输 您认为未来的五到十年内 投资的主要来源和投资行业会有何变化 最近在交通枢纽领域 确实是有一些变化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投资 从我们的东部合作伙伴涌入 比如说哈萨克斯坦 现在我们同时还在实现一些 与乌斯别克斯坦 日本和阿塞拜疆的合作项目进程中 但是需要时间来寻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与一些值钱 并不是很活跃的投资者的国家 如白俄罗斯进行磋商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投入更多的资金 到交通中转行业的建设中去 我们当前的合作者们 都对建设这些项目颇感兴趣 我相信不仅是对于 如李嘉 文次皮尔斯 伊利叶纳等地方的码头建设 同时也包括对城市的投资 特别适合那些更为接近欧盟的东部边界 如陶格夫皮尔斯和涅日克内等城市 而在瓦尔米耶拉城 我们已经看到 投资业务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该城市的金融部门 已经集中于真正有效的商业活动中去了 当然 大多数的投资都与交通中转有联系 考虑到我国的地理位置 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金融业的扩张几乎没有空间 而房地产市场 也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饱和度 所有空闲土地都已被出售 因此在这个行业 投资者已经没有太大的前景 本次接受我们独家访问的嘉宾是 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斯贝尔金石 我们也就增加外国投资的话题展开了讨论 更多精彩访谈 敬请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